樓下閃 你一直衝啊 不要衝動 這不是散 好 柯文哲 好啊 蝦東賊 你不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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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把他頂到 盡管 盡管保護我 警察 警察 警察在幫我 盡管警察 救我 救我 好啊 救你的樓下閃 應該要做相關的處理 它就是一個商業活動 純商業 好 我們等一下 現場出現 我們請相關的同仁呢 以我們為主 好 我們的同仁請協助 人員 將他 帶離現場 謝謝 媒體朋友們也要小心齁 請小心 你一直衝啊 樓下閃 你一直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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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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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來 警察 我們來看 樓下閃 樓下閃 警察幫我 警察幫我 這個人這個 樓下閃 你都不要被他頂到 你們沒有關係 大家都不要走 你們都很好笑 警察 警察 好啦好啦就你了樓下 好 那我們在兩分鐘後記者會繼續開始 你們要幹什麼 你們也知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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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朋友們不好意思 我們在兩分鐘記者會會繼續開始 你不要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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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小心一點 大哥不要激動 大哥不要激動 放手 我不管你你是不是要放什麼 我也不管你原相 大哥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不要動 不要動 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我們來協助你 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我們來協助你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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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住了場地 冷靜一下 我們住了場地 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 大哥冷靜一下 我不知道你補掉 你不知道 這個人偷虛 我不知道什麼 有偷的場地 我在補掉上頭下 柯文哲 嚇張賊 我們要繼續回答剛剛 我們不簡單 就是靠到你的船 你不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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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陳志涵 我去記者會一樣 現在是每天要了解 為什麼我來補的長島 你不要吵 我是大王道的理事 我是陳志涵 我知道 你都不要讓我頂到 靜一下 你哪有辦法 我問責 好 那個跟大家說明一下 剛剛民視的朋友有問說 這個時間公司 這個時間公司呢 他承包的業務是影片的製作 那他有依照合約的內容 去提供相關的影片 我們提供他們的款項 也有申報到監察院 這個部分都沒有問題了 那麼針對有心人士 在網路上頭 用這種連連看的方式 會聲會影的影射 其實我們要保留法律的追溯權 好那在這裡呢 我也要代為木可公司 來唸聲明稿 首先呢 木可公司 所發出 因為我們今天是記者會齁 所以呢 還是希望是以記者媒體朋友們 在現場為主 我們謝謝來現場關心的 所有好朋友們 今天我們就是想要 主意的來釐清 所以 今天是解釋說明的記者會 我們還是希望以記者媒體朋友們為主 好我們的同仁請協助 人員 將他 帶離現場 謝謝 可以看到記者會上 突然有一群人衝進來 而且造成了一宗混亂 疑似的是有外場的人 來到了柯文的立者會現場 該您關心 這個 都不要動 都不要動 要不要講話 要不要講話 我沒有來聽 聽聽聽聽 不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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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幫我 警察幫我這個人是誰 不要吵 你都不要吵 你們都不吵 我們在討論 我們在討論 警察 不要吵 警察 警察幫我 不要警察 救我 好啦 救你們 不要警察 你們強制 要繼續開始 你好 你們要吵什麼 你們要幹什麼 你們也知道 你們也知道 你在記者會 你們也知道 你們也知道 媒體朋友們不好意思 我們在兩分鐘 記者會會繼續開始 你請在吵什麼 大哥小心一點 大哥 大哥不要情動 我問你 我問你 你怎麼吵什麼 我問你 大哥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OK 都不要中 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我們來協助你 有需要幫的地方 我們來協助你 不要上一人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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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這樣 我們住的體力 冷靜一下 我們住的冷靜 冷靜一下好不好 冷靜一下 大哥冷靜一下 我不知道你報警嗎 你不知道 這段人吵架 我不知道什麼 我吵架的場地 我吵架 上頭下 柯文哲 好 那我們要繼續回答 剛剛的問題 可以看到這個民眾黨的記者會 現場出現了不明人事 來抗議 而且不斷的在嘴中大喊著 這個相關的警察等等 那麼現場一度陷入的混亂 此刻這記者會平擺當中 而這名不明人是他的身分 以及他的訴求 以及他抗議的內容究竟為何 那我們接下來要針對的是 剛剛所提問時間公司的流向 好 那個跟大家說明一下 剛剛民視的朋友有問說 這個時間公司 好 這對講到你 因為這柯文哲是強調團隊不知情 稍後也請您持續鎖定 好 那麼接下來這個時間 我們就交給黨主席 同時也是身兼候選人的柯文哲 來對大家進一步的說明清楚 現場的媒體朋友 還有在網路上看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這兩天相信很多支持者看到新聞報導都感到非常憂心 對於我們在監察院政治獻金申報的資料是錯的 被感到震驚 其實我也相當緊張 我知道說事情的真相絕對不是電視上那些名嘴 側翼在講的是那樣 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第一瞬間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利用在周末假日的時候 把我們競選團隊 過去有關的人員找回來 利用假日 徹底的清查 你知道 因為這兩天 這幾天的這種努力 現在才有辦法在這裡 跟大家報導 2024年這一場總統大選 我 感謝每筆小樂捐款 也因為有這些捐款 我們才可以撐到最 我知道大家會捐錢都是因為 希望說台灣可以更好 也希望說柯文哲有機會來改變民主文化 所以才有這些捐款 今天調查的結果顯示 我們現在所有的支出 都有憑證 都用在選舉相關的事務 更重要的 它沒有跑到任何個人的口袋裡面 但是為什麼還是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整個燈打的業務全部外包 就會很便宜行事 你知道 沒有一筆一筆輸入 最後就找那個最大筆的把它灌進去 造成今天的這個錯誤 這次總統大選 是台灣民眾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 其實我們很多還是在摸索 也沒有經驗 我也認為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這一種在監察院的登陸 這種錯誤是不應該發生的 那既然已經發生了 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 再去監察院補證資料 我們會從錯誤中學習 也會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繼續進步 這才是負責恩的做法 會保證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我們不會被任何挫折擊垮的 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好 謝謝大家 好 以上是今天我們針對這一次所 大家外界的疑慮 我們逐一來說明 我們要很重視強調 我們的每一筆政治獻金支出 都用在選舉事務相關 沒有進到任何一個人的口袋 而且我們非常重視嚴肅以對 那麼接下來我們這個時間 相信還有很多媒體朋友 有一些疑問 我們的同仁已經有把麥克風準備好 請要提問的媒體朋友 幫我舉手之後 我們同仁的麥克風到你的手上 請您幫我們報一下你的媒體機構 好 來 來 ET 的原因嗎 喂 喂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會計師端木正 現在爆出了這麼大的瑕疵 造成民眾黨嚴重受損 現在跟他還有沒有合作的關係 那會不會來跟他解約 那他是不是還有黨員的身份 要不要送中評會處理 謝謝 好 我們請沈安姐來幫我們說明 我想張木正會計師是在去年七月 我們總部跟他簽約的 所以他是去年七月 他是沒有任何的黨職 然後他今年三月 是因為我們本黨的中央委員 陸續有辭職的情況 他三月地補了 但地補沒多久 他也因個人因素自動離職 所以並沒有參與黨務運作 那對於我們跟他的合約 我們當然是要先清查相關的事實 所以我們還需要他的協助跟配合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對於相關的工作 我們還可能要做一些調查 那當然會計師該負的責任 我們也會依法追究 那我們自己 尤其我們財務部門 跟他核對的過程 這些細節 我們都還希望把它理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為止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在 現在這段時間 能夠把這些事情盡處理清為準 好來 還有嗎 好 一樣 這題一樣再問一下 就是說因為現在有前黨員 就是徐慈稱爆料說 當時在社會力部暴障 要經過李文娟審核 那現在到底是民眾黨的財務 到底是李文宗還是李文娟來負責 到底為什麼當時申報 會由李文娟來經售 再次來說明說 這所有的憑證裡面 都是我牽制 那在整個來講的話 因為競選的 跟有關財務的事情非常多 他就是協助而已 好 謝謝 好 東森 張維夏 張維夏的珊珊委員 可以說明一下 您跟賴麗玲的關係嗎 現在外界有認為說 你們是好姐妹 那這一回再出來爆料 會不會認為說 她是出來煩咬你一口 因為現在外界有先質疑說 黨內有人是認為說 您這個危機處理有問題 那您個人 會有負起相關政治責任嗎 謝謝 我想先說明 賴麗玲當然是我朋友 我在選市長的時候 三場造勢大會都是他辦 他們本來就是 在相關的演藝單位 他們本來就是 辦大型活動的廠商 所以在這次總統大選 不管是主席的演唱會 還有我們最後六場大型的活動 他們本來就是很適格的廠商 而是也跟我們的合作關係 那他在發現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有跟我反映 我們也都立刻跟黨部回報 但就像剛剛說的 我們財務部的主管們 大家清查完畢 沒有查出這個問題之後 還要去找會計師 所以這個時間 時間上我們再回報他 會耽誤了一些時間 那對於他們來說 廠商來說 他們很清楚 他們沒有這個收入 這個是很明顯 是會有逃漏稅的問題 所以對廠商來說 當然是很大的打擊 所以我覺得事情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所以當他發了聲明之後 我們就立刻做了相關的處理 也因為這樣 才能夠去對出這些相關的擔具 我想每一個人在社會上做事 都是秉执正直跟誠信 不是誰要來鬥爭誰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好 稍等一下 我在大家下一個提問之前 大家桌上應該都有收到 我們代為募可發的聲明書 那這個聲明書也請大家 先幫我們詳細的閱讀 那稍待一會兒我們再進行說明 來 那個民視 那想問一下 剛剛提到演唱會的部分 因為現在又爆出77萬 那因為之前發言人說是商業活動 那主席又說是募款 所以這個77萬是有申報政治獻金嗎 那另外還有 因為還有一個時間 這個公司 那有一筆一千多萬的金流 是不是這邊也有來稀查 好 我們先 沒有 時間的我們等一下請志涵 然後呢這個前面請三先回答 有關演唱會的部分 就是大概在我們其實籌備的很早 我們大概三四月的時候就開始籌備 那時候其實還沒有所謂的參與選舉 因為520之後才是正式的選舉活動 那當時我們在籌辦的時候 就是以商業活動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 以商業活動的方式就是募可 它取得好這相關的盈餘 那之後募可公司呢 在去年其實也都有回捐給 柯文哲競選總部的賬戶 裡面有一百萬 但是因為它是第一個 會計年度沒有任何的營收 所以捐款依法要必須退回 那今年募可公司 也有陸續捐款給民眾黨 大概一百七十萬 所以就這個部分 演唱會的收益 不是收益 它是一個應該要做相關的處理 它就是一個商業活動 純商業